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就來介紹一下一直有觀眾想看的葬送死靈 其實死靈在這個版本之中並不能算是特別強勢的職業 但是葬送死靈在補強的一些牌周 算是目前死靈在指定模式之中最適合拿來遊玩的牌組 那葬送死靈目前也分成兩個流派 第一個是我這種的純葬送死靈 另外一種的話則是中速死靈掛上葬送走 那我這副的中速死靈呢 在面對上偏快的牌組的時候 也有456的千金、漆黑的劍鬼 以及黑天額可以去做抗快 那在面對上偏後期的牌組的話 當然就是宙斯連發囉 話不多說,我們直接來看看實戰的影片吧 第一場呢 就是對上現在非常流行的封頂戰棋教 那其實以棋手來說的話 不管先後手 都是盡可能的拿到可以葬送宙斯的條件喔 在面對上這些比較偏慢 或者是中速一點的牌組 前期像我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棋手方式是非常好的 那其實如果說是對上這個 像是封頂戰棋教這樣子的牌組的話 前面可以保持不錯的節奏 那找機會把宙斯葬送下去 維持場面優勢之後呢 再往後期的地方去慢慢帶過去 再利用生死逆轉 或者是勇結欲求者關德溫的法術卡 永恆的秘藥 來把宙斯爺爺拉回來加班 這場前期的抽牌算是做得相當的多 而且在兩費的地方 就已經準時的將宙斯爺爺給放送到墓地之中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棋手 而且敵人這邊的天氣鋪場來說 算是還好而已 並沒有到特別的強勢 也還沒有開始要搶血的跡象 這個回合原先可以利用場上的怪交換 配合暗夜千金來去做到一個比較大的場面 但是對方場上有兩個護符 為了防止顆粒捏做一個很好的清場 這邊還是選擇鋪開 並且讓手上的牌賦予抽牌的能力 戰鬥死靈在中期的地方 盡可能的不要花太多的進化點 把場面給搶住 Hold住就好了 因為像對方現在場上有很多章魚神裡戰 所以你把場面硬鋪開到很大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這樣子不需要花進化點 利用礙下去做結場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現在在我們的手上已經湊齊了 詠傑的御求者關德溫 可以最快的讓我們七費的地方 就拿到第一隻拉回來的爺爺 現在當然是直接選擇永恆的祕妖 那這樣子七費就可以拉做四爺爺回來 而且可以看到的是在手上的部分 八費死龍十一者也已經在手上了 所以算是相當好的節奏 對方配合著教會 開始衝了第一張戰棋起來 而且交了進化點 這邊代表他也知道說 壓力回到他那個位置去了 可能需要戰棋連發才有機會獲勝 那我們當然就是用永恆的祕妖 拉出第一隻咒子爺爺 身體戰爆掉咒師之後 我們血量有可能被第二隻戰棋衝的 非常的危險 再加上場上的這張四弓的生物 就直接會帶走了 因為沒有第二隻戰棋的壓力 所以這個回合的死龍十一者可以直接選擇走點 場上的生物就算全部打在臉上也不會直接帶走 那留下來的進化點可以在9PP的地方再去做個反場 對方使用了夜幕神怒顆粒孽 配合著賦予的必殺能力過了咒師盾之後 其實給予我們的血量蠻大的壓力 因為已經進入了天到戰棋的斬殺血量 所以這邊必須得要架盾起來 而且把場面清到最低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選擇架起了七黑的劍鬼 配合殭屍派對以及進化點給白雷努斯 去盡可能讓對方的場攻 最後剩下兩點 對手只有同時擁有法點以及天曜戰棋 才能夠在這邊獲得勝利 對手再一次的鋪開場面 並且利用夜幕神怒顆粒孽 來把黑曜鑽石爆開 把他的血量奶了兩滴回來 也讓我的血量更加的危險 最後利用著七黑法點把我的七黑劍鬼給消除掉 來到10pp 手上有兩張生死逆轉 當然就是要告訴對方說 爺爺又要加班了 呵呵呵 這樣子奴隸老人 你們說真的行嗎 最後當然是要跟著我一起高喊 我就說 肇屍一定行 第二場當然就是要來秀一下葬送死靈 要如何來看快 那也因為最近的這個快攻皇家變得算是蠻多的 所以在遇到皇家的話 其實就算中速皇家也是可以這樣子留 盡可能去找七黑的見鬼以及暗夜千金 前期的話當然是盡可能把生物的質量做大 做到最多的優勢交換喔 保持自己的血量 雖然場面看起來有一點點崩壞喔 但是 呃 絕對記得喔 因為我們起手流的暗夜千金跟 是可以幫助我們在四五回合地方反場 並且補血的 所以也不需要太過於緊張 這裡對手養大了老鼠 而且是製造了四個打點的場面在場上 但我們其實相當難受 這邊有個小細節 呃我沒有選擇暗夜千金 而是選擇2加2利用派對跟 呃二費從者來去進化交換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下個回合 會是一個女人或者是 呃進化屢者蛙來去做場面優勢交換的可能性喔 對那呃我這邊把場上的怪盡可能的減少之後呢 等等也最有可能有機會利用一些的見鬼 來去把他潛行的生物給破壞掉 而且運氣算是相當的好 破壞掉了大隻的女忍者喔 那看到我們手上還有兩張的生死逆斬 知道要幹嘛了嗎 複製第二隻第三隻的漆黑的見鬼 讓對方完全無法攻破吧 那是不小心 為啟動的 被人抓到一隻狀 那是不小心 但是如果假裝就被人抓到 不小心 那是不小心 成功的 被人抓到嗎 不小心 被人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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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葬送宙斯過勞死的影片啦 這次的介紹影片我也試著把影片的時間給縮短了 但是如果對於牌組在選牌上面 或者是在面對上各個職業的流牌打法 有任何問題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的地方留言給我 有任何對於影片的建議也可以跟我說喔 我都會試著去調整看看 最後別忘了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一個讚跟訂閱分享給周遭的朋友吧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照片 按讚 好